HELLO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绍 Contest G2 Contest G2 外表那么英俊,是由保时捷设计 保时捷计为很多相机厂设计的相机 如果大家知道其他相机款,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Contest G系列有分G1 Silver G1的Green Label和G2 先讲G1,G1的SILVER Label和Green Label有什么分别? Green Label会给SILVER Label后期出 以及支援多一两支镜 G2和G1的分别就是,它除了支援G1当时出的镜外 另外它还支持一支Zoom Lens 那支Zoom Lens是G1两款都不支持的 另外它改善了对焦速度 亦都出了黑色的机身 所以其他改善呢,我觉得都是比较mild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黑色的机身 又或者想用Zoom Lens 又或者需要快一点的对焦速度 便可以选用G2 否則 G1 也是一個不錯性格比頗高的選擇 接著跟大家說說 G2 的功能 G2 可以換鏡頭的 Rangefinder 雖然不是真正的 Rangefinder 但它的 Viewfinder 會隨著你換不同的鏡頭 而改變它顯示範圍 它會隨著你的鏡頭轉換鏡頭 除此之外 它有 Opto 光軒輸缺 也有 Menu Focus 手動調校的快門 加減曝光 Single 和 Continuous 的 AF 雖然飛臨機來說 Continuous AF 都作用不大 按多兩下可能比它更快 另外正常的 它連重複曝光也有 或者是手動 ISO 手動的 ISO 設定 一部高階飛臨相機有的功能 它都有齊 在說 Context G 系列 又怎可以不說它的鏡頭呢 它其中最有名的鏡頭 一定是它的 45mm 它這 45mm 是當時解像度最高的一支鏡頭 它很鮮明顯 很通透 顏色鮮艷得來 未至於刺眼 如果用正片拍照 效果是挺驚人的 直到現在為止 也有很多人用 Context G 系列的鏡頭 去改裝 裝在 M 鏡頭上 又或者裝在 Sony 的數碼相機上 改它做 Sony 孔 在 Sony 的數碼相機上 可以使用 Context G 系列的鏡頭 實際上的成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接下來我會展示給大家看的 彩色和黑白相片 無論是彩色和黑白 我自己都覺得挺滿意 我都挺喜歡它的顏色和表現 它整體操作其實都很流暢很方便 它自動對焦 我用了光圈才缺 差不多一看到要拍的東西 就可以立即拍到 它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就是 它的觀景窗真的有點小 以它的體積 其實我覺得觀景窗 真的可以做大一點 讓用家看起來更加舒服 除此以外 真的沒有什麼大的缺陷 所以如果有機會 我都推薦大家 試一試這部相機 的確相當好玩 今天介紹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